我们现在出门了 然后今天还没有计划好去哪 所以就随便走走 刚又买了一个洗粥粑粑 现烤出来的还是超级烫的 看看这个怎么样 里面啥都没有 比上一个好吃一些 很烫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现在到了威山古城 因为听说这边好吃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游客也比较少 大家看就没什么人对吧 然后我现在要去找第一家叫一根面 但是说那边11点之后卖完就没有了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那家现在还有没有吃的 但是让我们去看一下吧 苏老三一根面就在这里面 凉爽 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卖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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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说一个面这一家最好11点之前来 我们现在已经快1点钟了 但是旁边有一家长寿一个面 实在不行就吃那一家怎么样 好 我们还是先去看过桥尔斯有没有吧 我们这次去这几家店 他们平时都真的是只做早点吃的 接下来要去的过桥尔斯 但是还是因为最近游客比较多才会中午有 所以我也不太确定有没有 希望有啊 现在看到了我们要找的第二家 就是这个叫老王过江尔斯 人还是很多的 这就是它的尔斯 然后它的爬肉是在这个里面 然后加了辣浆的 把尔斯站在这个汤里面吃 然后这里还有咸菜 一些榨菜什么的 据说它的猪肉入口即化 试一下 感觉尔斯得快点吃 不然都粘成一坨了 因为尔斯也是用糯米做的嘛 所以吃起来就是那种有一些韧性的 黏黏糯糯的感觉 加点辣椒 加点醋 这个大套才22块钱 给两个人吃还挺划算的 嗯 嗯 好吃 嗯 分下又足又便宜 它也做那种 这个普通的 爬肉尔斯一碗是7块钱 比这个更便宜 这个微山古城也很安静 现在外面也吓得 没有那种人群熙熙攘攘的感觉 游客不算特别多 所以逛起来也特别舒服 但是现在人不多 你不觉得下雨也没那么烦吗 嗯 给大家看门外的雨 有人说微山古城就像大理20年前的样子 比起大理古城这里更加清幽一些 然后完全不商业化 感觉还在这里逛的比较舒服 看到最有一个超级大的火把吗 再过两天就是这边白足的火把节 每年农历的6月25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暑期来的话 如果想体验一下这边这种盛典的话 可以过来看一下 但是我们刚好那天要走了 所以就没有机会体验这边的民风民俗了 好像就是这个火把节是 除了春节以外 他们白足人最大的节日 其实不止白足有火把节 只是白足的火把节 是在6月25 抽一根面了 这个就是一根面 刚才说一定要吃红油的 这真的是 你看超超超超超 反正就是一根的长度 可是留下来了 闻得很香 它的面非常筋道 咬起来就比一般的拉面要筋道 有点像刀削面那种感觉 这个面的口感我很喜欢点 这以为我咬过了 往里面夹了点香菜和辣椒 有香菜超香的 它的汤是那种香香麻麻辣辣的那种 吃着香菜也很好吃 一整晚他只吃了一口 被我吃完了 等会还要吃别的 看到一家卖耳块的店 就在这吃了 看上去很好吃 都在这一口 看上去很好吃 嗯 就等于真明果子 把它变成了这种糯米饼 看上去很好吃 还冒着热刺呢 好吃 料官了 还剩两口 我觉得这个应该什么人都会比较喜欢吃的 适合大众的口味 而且这个烤二块的酱 吃起来是有回味的那种 这我现在吃完了 我还想吃 走了走了 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吃过这种蒸糕了 我感觉就像童年回忆一样 尝一下这个小时候的味道 它中间就是糖 感觉这个够吃晚饭了 我们从威山回到酒店了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今天这个威山古城之行 就是觉得这个行程应该是我这几天来最喜欢的 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很爱吃 然后又很喜欢那种古朴的 比较安静的游客 不会太多那种古城的氛围的话 非常推荐你们 如果有一天空闲的话去到这个威山 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生活气息特别强 那真的就是当地人在住的那种古城 不会那么的商业化 我自己是特别喜欢的 然后包括那个扒肉耳丝啊 耳块啊还有那个一根面 都是挺有特色的东西 然后也挺好吃的 所以推荐给大家 如果你们想去的话 这家烤鱼要等50分钟 我们先出去逛一下 我刚买了一个大理土酸奶 玫瑰味的试一下 感觉这个酸奶是特别稀的那一种 好奇怪的味道 又像牛奶又有点酸酸的 又有点玫瑰味味 味道太复杂了 这玫瑰味 烤鱼好了 等了40分钟的烤鱼 这鱼还是很嫩 外酥里嫩的那种 然后鱼已经烤得很入味了 还不错这个 不过这个好像是川菜 我觉得这里吃鱼好像食材都挺新鲜的 这很嫩 都是现杀现做的 这鱼真是贼大一个 所以它味道跟天府的鱼差不多 然后最佳是比较辣的 所以不能吃辣的尽量就少辣 我们要的少辣都已经有点辣了 而且我发现今天吃的鱼 还有昨天吃的鱼有个特点就是 可能因为它们比较鲜 吃到后面你会觉得它们吃起来是那种甜甜的 这个今生有缘的鱼店的味道 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它的鱼也特别特别新鲜 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就是喜欢吃窗味 然后喜欢吃重口辣味的朋友 但是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不是特别好 就是它的鱼刺好多 就吃起来有点麻烦 我觉得它做的味道比大部分的这边的云南菜要辣一些 然后味道要重一些 所以如果想放放口味的话 就可以来试一下这一家叫今生有缘 对老板态度特别好 老板态度很好 然后这个鱼是98 价格也挺实惠的 刚才外面又下大暴雨了 我们临着雨回到酒店了 云南的雨季真不是盖的 一天就是反反复复下雨上十次吧 然后明天是我们在大理的最后一天 要去重头戏去苍山 虽然我们前面已经茶马古道上过苍山 但是感觉那个好像太小儿科了 还是上索道上去看看吧 所以希望明天天稍微好一点点 那我们明天见吧 晚安 晚安